嘉義市發生了轎車失控撞進檳榔灘的意外 9號晚間嘉義市臨森登陸 有兩輛汽車擦撞之後 其中有一輛失控衝進了一旁的檳榔灘 店內的檳榔吸濕還有顧客來不及反應 慘遭撞上 重傷送醫 更波及到了一名送貨員 總計造成了三個人受傷 檳榔灘裡頭店員顧客正在聊天 沒想到一台轎車突然撞到店面 瞬間塵土飛揚 店員更被撞到隔壁店面 整個車子就衝進來 另一個角度也相當驚險 送貨員忙著送貨 後方卻有轎車撞過來 物品東倒西歪 散落一地 送貨員更差點閃避不及 還有人嗎 我今天問題就 我是怎麼知道怎麼那麼久 女員工驚魂未定 一回省人就被撞出了店面 招式轎車車頭更是全毀 零件四散 現場一片狼藉 隔壁店面也受到波及 餐車被撞凹 天然氣管線也被撞毀 天然氣壓 所以昨天消防局來誤到快遷量 電話箱整個都毀了 驚險意外就發生在嘉義市林森東路 9號晚上兩輛汽車擦撞後 沒想到其中一輛失控 就這樣直接撞進了檳榔灘 嚇壞民眾 還導致三人受傷 其中女店員跟顧客都重傷送移 汽車失控讓三人遭受無望之災 所幸都沒有生命危險 至於相關趙澤還有待釐清 記者蔡索吳嘉義報導